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出席国会讨论国家大事为选民发声 那理应是人民代议室的职责所在 原来过去半个月 国会下议院就发生了三次 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差一点留会的现象 为了避免国会议员翘班缺席的情况一再重演 下议院议长佐哈里两天前表示 国会正在探讨把那些经常缺席的议员名单放上网 让选民老板来质问 那这些消失的议员到底去了哪都在忙些什么 佐哈里强调 这项措施是为了提高国会议员的出席率 因为他们必须对选民负责 而议长的责任就是监督这些不务正业的国会议员 不过针对在网上公开撬班议员名单的做法 蓝眼国会议员哈山卡林就表示反对 并认为这项建议有为国会下议院所追求的改革议程 他强调国会需要的是议长而不是班长 那建立根据讨论意义的民主议会 照理是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责任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 可以考虑恢复1963年国会服务法令 让立法在不受行政的干扰下 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有效运作 针对有议员频繁缺席国会的争议 那朝野双方今天在下议院又掀起了一轮的口水战 国会议员翘班缺席 是否应该在网上公开让选民评评理 公正党国会议员沈志勤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辩论环节时 力挺议长佐哈里的建议 认为国会议员领着纳税人给的高额薪水 不该连出席国会这种最基本的职责都忽略 他还公开点名国盟几位大头领袖 像是哈迪阿旺 穆尤丁和韩沙再努丁 经常在社交媒体大力批评政府 却没有进入议会厅内为人民发声 面对沈志勤的拒绝抨击 一党议员阿旺哈辛和阿莫法德里 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护主 指控沈志勤的言论违反议会常规 没有合理依据 为了平息风波 议长佐哈里最后要求沈志勤撤回言论 好让辩论环节可以继续进行 不过针对佐哈里的建议 将无故缺席议会的议员名字 公开在国会官网上 土团党罗纳见底认为 这么做等同于羞辱国会议员 并强调出席率的课题 必须仔细研究和探讨 而非由议长单方面做决定 对于罗纳见底的质问 佐哈里澄清将爱撬班国会议员的名单放上网 并不是要羞辱任何人 他只是想借此警惕朝野议员 必须对选您和选须负责任